在生活中,我们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液体 饮用水,雨水,河水,甚至泪水,血液 在生活中,它们实在很平常 因为它们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也会因为太平常而忽略了它们的价值 那什么液体是最昂贵的? 大家的第一反应大概是那些昂贵的名酒 但是酒的价值一直是浮动的 有没有什么价格,一直是最贵的液体呢? 这次,老王就带你去看一看世界上最贵的液体 人的血液 这次名单上,大多数液体都是因稀少而昂贵 但人血并不十分罕见 肯定有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我们尖学师是无常献血 到了病人学书学的时候,却需要收那么多的费用 而且血缘还那么紧张 在民众眼里,很多人认为输血 就是把已经配性好的血从现血人抽出来 再直接输注给需要输血的病人 然而,真正的输血流程远比这个麻烦许多 人血的价格昂贵 其实是因为整个过程的关系 这包括了人员,设备,以及储存 而且还要测验血液 是否携带任何疾病,也要花费不少费用 人的血液,每公升价值约400美金 香奈娥5号 如果在路上,需要找一个人问最传奇的香水是什么 答案通常会是香奈娥5号 从1921年发行以来 他已经等于香水的代名词 香奈娥5号,的确很流行的 在全球,每半分钟就能卖掉一瓶 5号是香奈娥的第一瓶香水 它是第一款合成花香条香水 勉敢来自华素,融合了奢华与优雅 并且具有勇敢与大胆,完全打破传统的精神 同时,它又有一种微妙与难以言喻的特质 是一种女人种女人的表达方式 为何她的名字要叫5号呢? 基传,是创始人可可香奈娥 选了大家提案中的第五样香奋样本 当时标号为No.5 之后,她决定平气一长串反复命名 改用数字,及几件评审 呈现了这香水 成功在实面上,其他女性香水之中 拥有极高的识别度 这香水品牌最小吃,至少也许100美金以上 后穴 后早下三一年,就已经出现了 精人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羊毛 被称为现代火化石 在后生活的时期里,经历了多个冰川时期 物种大灭绝,板块漂移 小星星撞地球等地球大世界 是跃进地球历史长河的生物之一 后的血液是蓝色的 而它的血液价格,比香水贵上了好几倍 每公升,可考达1万美金 真是不逊临黄金 后的蓝色血液,是一种非常珍惜的业体 因为改血液,含有神奇的抗菌物质 而每年,都有50万之后 被带进实验室献血,为人类医学做贡献 只要你达过症,或享受过现代医疗 都必须感谢这种蓝血生物的牺牲 它可以广泛应用于症剂药品、生物制品、血酱制品、抗菌药物等 的内读测验,此外,后世纪也是用脑膜炎、破乱 鼠疫等瘤细菌的疾病的快速诊断 有利于争取治疗时间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这种蓝血生物的恩惠 这种生物抓起来特别费劲 因为他们只在交配时上案 这个采血过程,大约需要1-3天 待后回复增长后,再放鬼大海 虽然不算杀鸡取卵,但不同的数据显示 有10%到30%的后,会在采血过后失望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每年仍有超过5万之后 会在鲜血中失去 此外,在采血后,后也会活力大减 行动缓慢 大量的捕捉,也导致了77Cd受到了破坏 使得他们的血液更加难以获得 价格也因此不断提高 再讲几定酸 这个名字说起来有点吃力 简单点,叫做GHB 它的价格是每公升可高达600美金以上 这种物质残制人类大脑中的神经系统 它可作为麻醉剂 治疗犹豫症 失眠等病症 一般是被用在医药行业 可惜的是,因为起作用 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作垂勤剂进行收买 也就是毒品 说起给别人的饮料理下药 那GHB是最流行的药 眼镜王蛇毒 眼镜王蛇的毒液力 主要含有神经毒素 另也包含了心脏毒素 在攻击时 蛇毒诸多受害者体内后 毒素会迅速袭击被咬着的中区神经系统 导致剧痛、视力障碍、云悬及麻痹等症状 上者会因心脏血管系统崩溃 而进入休克状态 最后会因呼吸衰卸 心跳减弱而死亡 因此这种蛇毒被誘为全球最毒的毒液之一 而它的毒液是每公升约4万美金 它的毒液甚至可以轻易杀死一头成年的大象 那么为什么有人愿为此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呢 其实是因为毒液被用于制造一种特殊的止痛药 这种止痛药的药效是麻烦的20倍 所以它的作用不言而喻 当然价格自然也不低 拱 拱通常被称为水银 每公升约800美金 它通常应用于荧光灯、电子设备等 甚至也承用于医学 在古代中国 拱被认为可以延长生命 治疗骨折和保持健康 尽管人们现在已经知道拱会导致严重的健康损害 据实际记载 青石王的灵墓中 以拱为水流动在它统治的土地的模型中 还记得青石王想找长生不老药吗 然而青石王就是使于服用炼金术式配置的拱和玉石粉末的混合物 拱和玉粉导致的肝衰斜、拱中毒和脑损害 而它们本来是为了让青石王获得永生的 中国古代妇女还曾经采用口服少量拱的方式进行避孕 拱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在室温下保持液态的金属 但它为什么这么贵呢 那是因为其实想要找到水盈矿可不那么容易 而且体炼过程也十分繁琐 胰岛素 糖尿病是一种可怕且会致命的病发症 当糖尿病患者没有足够的胰岛素时 会引起血糖变高 血液变为酸性 而细胞脱水 会让身体停止运作 所以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的救命药 但可以说 它的价格左右了患者的生命 多数人的身体会自然生产胰岛素 以控制调节血糖含量 在美国 大约有125万的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必须定期到药局购买胰岛素注射 因为患者的胰脏不再分泌胰岛素 然而 胰岛素每公升 有两千美金 而胰岛素会昂贵 是因为它的复杂制造过程 亵渎 亵渎用毒液来杀死或麻痹猎物 并且保护自己 不被类似质伤害 然而 蝎毒虽然要人命 但却值钱得 令人无法想象 蝎毒的价格 飙升到了难以置信的价格 每公升 一千万美金 也就是你收集到了半公升的蝎毒 你就可以退休了 为什么要收集蝎毒呢 据本草《纲目》记载 蝎子具有痛经活络 小肿止痛 共毒闪接的功效 古人曾用蝎子治疗 如抽搐 中风 患神不遂 口外眼邪等症级 因此现代人类 用蝎毒来治疗关节炎等疾病 以及制造抗毒剂 此外 据说它内含许多有用的成分 有助于制造突破性性药 例如蝎力毒素 可以复制在脑部 与脊椎的某些癌细胞上 有助于确认 肿瘤缺切的大小与位置 此外 研究人员也用蝎毒 来消除蚊子的溺原虫 科学家希望有早月了 这也能用在人类身上 科学家越神入研究 就发现蝎毒 只有越多疗效 而这意味着相关需求也会变得越大 但它为什么贵得这么离谱呢 因为蝎毒的获取 不是一般的艰难 要通过电磁机来获取 凭取每只蝎子 仅能提取不到一毫克的毒瘀 要是享有一公升的蝎毒 至少得取上万只蝎子才行 麦角酸二乙胺 这种麦角酸 发现于寄生在黑麦力上的真菌中 它是一种五色 五气味 微微苦的业体 它每公升是约三万美金 但是要买上一公升这种事 你还是别想了 否则 警察估计会马上找上门逮捕你 而且一公升的这种业体 足以让上百万人体验一生中 最疯狂的幻觉之旅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 麦角酸二乙胺 被用于增强精神病治疗的疗效 有些精神病专家 令麦角酸二乙胺 对于帮助病人 通过其他精神治疗手段 解开受压抑的潜意识内容 十分有效 后来 美国禁毒署之类的政府组织 简称麦角酸二乙胺 没有兴奋持继作用 不能提升创造力 因此 全世界开始把这药禁止了 后来并有人开始担用这药剂 因为该业体 可用来制造毒品 寄迷环药 在黑市和大量需求的指质下 麦角酸二乙胺的低下娱乐性 和治疗性使用 开始在一些国家积蓄 此外 对麦角酸二乙胺的效果 和作用极致的合法的科学实验 也不时进行大人少设计人类主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азывается Anderated Miami 去除了 walls 一点点 曾因此之外 Ellie就像一样 哈哈哈 方式表现 手 João召 Л hanya 8 loc Church 守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